吴尼娜 吴尼娜 大家好 欢迎收看4月26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主播高双双 新闻一开始先带大家来关心 又快到了台风季节 那么秀林乡公所在景美村的三战部落 办理了110年度的防汛 抢险 防灾的演练 那么第九河川局 县府的秘书王国舟 以及秀林乡长王玫瑰都亲自到场来监督演练 新闻将为全国最大的面积 地形狭长 相邻山区 且和谷相当陡峭 每逢台风豪雨来临的时候 容易因为天灾造成生命财产的损失 为了保障村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新闻相公所并且在景美村三战部落 办了110年度防汛 抢险 防灾演练 新闻相公共币带领着各科市主管 以编制任务的方式 亲自到场 督军演练 常话过去既有防灾的经验跟执行的架构 期许能够从演练中累积经验 改正我们的缺失 在真正遭逢天然灾害的同时 能够将伤害降到最低 以能够保障我们乡民 生命财产的安全 在本次的演习任务 我们统合了区域各公司力机关 以及民间团体的组织 发挥整体的救灾功能 以能够减少我们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 并对灾害的救助工作也能够妥善的处理 乡公所除了积极配合上级机关 做好平时巡查 合体以及区域海水设施等等工作 并以加强防灾防洪的准备 最后预祝本次的演习顺利圆满 也敬请各位长官以及贵宾不吝指教 而正式防信远连单位除了秀林江公所 各客室业务单位之外 同时也结合了华林县消防局 第一大队新秀分队 华林县警察局新城分局 以及建委派出所 华林县后备指挥部 华林县卫生局秀林卫生所 自在水公司第九区管理处 以及秀林县各协力厂商联合演练 秀林县所预计 以往就在经验真实的演练 可能发生的灾害状况 提升秀林县灾害的因应效率 进而保障秀林县民的生命产生安全 记得中文秀林县报道